猜猜看是誰躲在泡泡後面呢 猜到了嗎 是空服員 哈囉 小朋友 你們知道在天空上 工作的感覺是什麼嗎 我問空服員就知道囉 今天我們要體驗的工作 就是空服員的工作 我們要趕快去看看 他們在飛機上面 到底都在做些什麼事呢 小朋友集合 小小空服員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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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飛行任務出發前 座艙長要向各位空服員 解說今天的飛行狀況 並帶領空服員做行前準備喔 乘客開始登機前 空服員就必須先上機艙 進行準備工作 準備開始登機囉 當空服員 是很多人羨慕的工作 但他們的工作時間非常的長 而且還要克服時差的問題 就算很疲倦了 還是要服務客人喔 當空服員要嚇咪咪的 除了保持笑容 空服員要做的事情可多了呢 為客人示範救生衣的穿法 還有正確的防撞姿勢 起飛前要確認 每一位客人的安全帶都系好囉 這些都是在萬一發生 非安事故的時候 保護客人的好方法 非常的重要 絕對不能忽略喔 在飛機上大家都要仔細看 救生的示範喔 在飛機飛行的時間裡 空服員也很忙喔 要幫乘客送毛毯 點餐 雜誌 還要隨時注意客人的需要 空服員要做好做事情 好忙喔 空服員的工作呢 看起來很神奇 可是啊 其實在這麼高的地方工作 是很危險又很辛苦的喔 空服員的工作 成功 想當個專業的空服員 看來真的很不簡單喔 讓我們用掌聲 好好為他們鼓勵一下吧